好 眼睛沾眼做完 我們接下來 開始就把剩下的一些 像嘴巴 眉毛 跟眼珠 的動畫也把它做 做上去 好 我們現在先做眉毛好了 眉毛 我們的TGT 其他的 眉毛 這裡一樣我們初始的狀態 我們就 這是問位移的嘛 Location 3D 到最後一格 我這裡也是設定說他到 眉毛這邊沒有動 我們在他 擠壓 這裡最 眨眼下去的時候我們在眉毛讓他往下 往下 這樣子皺眉 G 往內擠 有點皺眉 看這個程度好像有點太多了 我們就要往外拉一點 G 皺眉 皺眉 好 我們這裡往上的時候 他眨眼前這裡我們讓他眉毛上來調一下 調一點眉 G 往上 這裡注意 因為我們這裡是用位移的方式控制 他可能會有時候會往外凸太多 我們這裡 正面我們就稍微 修正一點 然後我們不要做得太對稱 稍微 有效果就好 好 9 好 播放一下 那眉毛這裡其實已經動作比較小 其實不太容易閱讀到 好 我們嘴巴 嘴巴一樣我們關鍵格 要射上去 I 這裡 嘴巴我全部射 去D 去D 複製影格 在 關鍵格 都先16格跟 4格縮起來 就讓他在 這裡 往下擠壓的時候 就像這裡 讓他 嘴巴在 Skill 像這裡我把Skill 點 G Rotate 像他 做一點像擠壓的效果 像我這裡 Rotate我現在鎖起來嗎 好像 那嘴巴被 擠了一下 這樣 被擠 凸出來 但這裡因為原本Skill就已經有擠壓的效果 我這裡嘴巴把它做誇張一點 Skill Skill Y 嘴巴凸出來 嘴巴被推出去一樣 擠出去 然後就擠回來 然後就擠回來 我們往上的時候 中間我這裡 讓他嘴巴稍微一點 Rotate往下 增加一點速度感 這個不是絕對因為其實嘴巴是硬的 邏輯上其實不應該 嘴巴是不應該變形啦 那其實就是 去 我們去做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們像落下的時候其實我們在 落下中間格也可以叫一點點 旋轉 點點就好 其實像這裡擠壓的時候嘴巴有點凸出來其實就是 會有點蠻有趣的 像這裡把注意誇張做誇張一點好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動態 來 來 9Y 當然我不要把他做 9 X我在這邊 橫向我不要做太多不然會變像鴨子一樣 這裡 還是稍微寬一點這樣比較 閱讀得到 好 好 像我們現在 的所有控制器都已經設了Key 我們一樣把這段影片算出來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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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